台铁台中车站13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 一名女乘客因为迟到没有搭上车 请求售票员帮忙换票 售票员依规定协助 但女乘客却不满处理的结果 不但用言语攻击 还拿着零钱盘朝窗口砸过去 导致售票员的眉角受伤 幸好没有砸到眼睛 整个惊险的过程也曝光 他开始在砸东西了 台铁售票柜台前一名女乘客 随手拿起零钱盘 就朝售票窗口人 这么一丢恰巧就砸中了女售票员 售票员痛得不断用手指着自己的眉角 其他在旁的同事 担心女乘客还会有什么攻击行为 拿了牙克力板子想要挡住窗口 但也被女乘客大力推开 事情是发生在13号早上 这名女乘客疑似迟到 没有搭上原本7点的班车 来到售票口请售票员帮忙换票 售票员也已规定帮忙更换最近的车次 但不占位 疑似在沟通的过程中 让女乘客不满这样的处理结果 气得动手 当然是不应该了 因为人家是服务的 售票人员是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对待 民众他如果有情绪上的反应 是应该理性沟通 还好是砸到售票员的眉角不是眼睛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事后售票员也自行将画面PO网 直说当下气到发抖两三个小时加气哭 但对方疑似领友红色爱心卡 前一天还在台北抢了玩具店五万元 让他无法接受女子连续脱续的行为 而台帖则表示将会全力协助同仁 对女乘客追溯法律责任 接下来刘七宇台中报道